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周 今天杨阳在家里很闹头 不睡午假 现在我带她出来玩 她妈妈去剪头发去了 杨阳 走 我们出去玩了 走 走稳一点哦 这是泥巴路哦 以前都是她妈妈带她出来玩的 我都很少带她出来玩 杨阳 给大家笑一个 走着走着 一下就摔跤了 杨阳 起来呀 爸爸在这里去跳舞那里玩 现在我们来到跳舞这里了 杨阳听到音乐就已经守护主导了 准备想跳舞了 杨阳看到那些跳舞的很好奇呀 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这里有一个奶奶很喜欢杨阳啊 一直在逗杨阳 很想抱杨阳 但是杨阳不愿意给她抱 这里又有一个奶奶很喜欢杨阳 杨阳不给她抱 她硬抱的 这几个奶奶也说杨阳长得好看 过来逗杨阳 还一直跳舞给杨阳看 另外一个奶奶又想抱杨阳 可是杨阳怎么都不给她抱 后来有点认识的人吧 这里又来了一个小哥哥 好像刚刚哭了 还有眼泪 杨阳用指尖给她插 好搞笑啊 现在又来了一个小姐姐 杨阳就跑过去 拉着那个小姐姐跳舞 那个小姐姐好像都不好意思了 把那些奶奶们都觉得哈哈大笑 好了 那些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